大家好,我是卓球L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析電影《農的傳人》入面的這個trick shot 電影大家就看得多了 有關卓球的電影你有沒有看過呢? 而周星馳這個trick shot我小時候看都覺得很厲害 到底這一球是CG特效還是真的打到的? 那就交給我的卓球L試試打吧 到底我會不會第一次就成功呢? 這球的相似程度我會給9分 到底這個trick shot背後的原理是怎樣的呢? 首先在擺位方面 中間這三個紅波就會是touching波 而方向也不是正對待口 我們打第一個紅波的左邊 紅波就會飄向右邊 而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在沒有touching波的時候 我們可以幻想前一個紅波是白波 打回那個位置就會入到combo shot 而touching波的時候 我們就要跟正常combo shot相反的處理方法 我們要向相反的方向打 我也附上了兩條影片去深入解釋這個原理 另外大家看到藍波和綠波的擺位其實都有作用的 我們這個叫做加闊代口 原理就是它的波可以令到原本入球的範圍大了 例如這一球我打後一點都是會入到的 因為有個球頂一頂 最後另外黃波和紅波就對正代口 我們打完白波登到黃波正中間 那就很大機會入了 總結這一球是真實可行沒有CG 大家也可以在新的一年試一下 可不可以比我快完成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讚好、留言、訂閱、follow我IG 祝大家新年快樂,拜拜